今天是周末带孩子出来散散步啊 在散步之前啊出来啊就碰见邻居 邻居手里捆着一盆薯苗 在和一个陌生人聊天 然后我们就上前搭个搭个 这一聊啊才发现这一个小故事 说是啊这个上一周周末啊 邻居啊逛这个我们附近的有一个周末的自由市场 在市场上啊我这邻居啊 就问那个一个摊主说这个无花果怎么吃 这个摊主啊在卖他的自己种的无花果 他问他无花果怎么吃 那摊主呢就很热情的给他介绍 说哎呀这个吃法很多 对健康很有益啊 他又聊了就说你们家有没有种无花果吗 很多人家就自己种的很方便的 两三年就可以成熟了 然后呢说着说着呢 这摊主啊就跟他约定了个时间 就下周啊我给你送一个树苗 这样的话呢你将来啊就可以自己种自己吃了 澳洲很多人家都有很好的无花果树的 然后呢就果然呢今天早上呢就看到这个 这个摊主啊就送来了 给他送来了一棵这个树 这个邻居啊非常高兴 他就给我介绍这个无花果啊 他发现非常好 对人的健康非常有益 我听了也非常高兴 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啊就也非常感人 就是说这个周末这个市场啊 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 包括在中国也有 那么大家这个附近的人啊 呃有的是农场主啊 有的是这个 就是自己家里后院种一些什么东西啊 自己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那么分享的目的啊 其实主要不是赚钱啊 其实主要啊就是一种分享交流 你看看 他们这个摊主啊 他如果说他纯心要赚钱 他也不会啊 这个把这个树苗送给人家客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啊就是体现了一个 真诚自然的这么一个关系 这在澳洲啊也是蛮普遍的 就是大家非常随意 随和自在 然后呢 很友善 感谢观看